这样的染发经验真的很差 有民众到台中风源的美发店 染头发染了十年了 他最近想要把它染回深色 然后就花了五千多块钱 没有想到设计师的助理 保鲜膜没有包好 所以他整个脖子包含头皮脸颊 全部是紫色的染剂 他和店家反应了 但是却被冷漠处理 他现在气得投诉 业者说要全额赔偿 但对于客人的不合理要求 很多店家多半吞了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霸气老板 怎么对决奥克 好 花莲这个兵店 他们就在他们的门口 张贴了一张公告 总共是有八点 就是霸气的消费须知 如果不遵守当奥克的话 老板会把客人轰出去 他还说三年来 我已经轰了九名客人 谁要当第十位呢 老板强调就是希望 能够和台湾的客人互相尊重 避免员工受气 少麻烦也避免自己受气 旧式狂的态度也成为另类 大知名度的方式 东西文黄一鸣在花莲报导 但接下来这位客人 这样的水准令人诧异 高雄三名去有名蔡姓女子投诉 他说他在超商内喝咖啡 他怕吵到其他客人 他所以呢 他就把咖啡的被子打开 然后他去外面讲电话 没过多久 他回来店内把咖啡喝完了 金剑杯底居然黏着一坨 人家嚼过的口香糖 他觉得非常恶心 他不满的是原来丢口香糖的 是隔壁座位的女顾客 而且还眼睁睁看他喝下 加料咖啡 看这边台中今年房市很热啊 除了节运年底要开通 巨蛋预定地也选在这儿 那么三年内还有五家的百货商场 准备要进驻 其中包含南霸天汉神百货 准备要盖在洲际棒球场旁边 预计带动房价可能上看到四十万 好另外东区也有三井的集团 要改大商圈 带动附近的旧城区 现在房价有机会上看三字头 对 高嘉宇前一天 现身进去讲官礼的时候 他发文说 希望自己有天也能够上台 今天他出席活动大唱阿嬷的话 表示说呢 外界一直取笑他唱歌难听 他不能认同啊 他觉得他唱歌很好听 那么市长柯文哲曾经也笑他说 歌声很可怕 高嘉宇今天反抢了 他说你柯文哲唱歌 才是难听到令人想哭 回到严肃的政治话题 解放军现在频频绕台 两岸如果真的开战 台湾该怎么办呢 现在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就认为 关键在于台湾的制空权 虽然两岸的国防预算差了15倍 要是真的打起来 中国其实还要担心的是南海 钓鱼台还有中印边界等地 可能会形成多面作战 所以前副司令就认为 只要台海的制空权 还在国军手上 就有机会跟共军打持久战 一定会永远撑着 台湾备战不求战 但只要被侵犯 国军绝不畏战 东森新闻中文报道 晚餐时间 我们的廉价都不能出国嘛 所以现在异国料理大战悄悄开打了 米其林一新的泰式餐厅 终于来台湾插齐了 不只料理口味 是从碗筷到摆设 全部从泰国进口 砸下百万装潢 另外还有像是其他韩式餐厅 推出新口味 从主菜到甜点 都是标榜南韩之送 感受到满满的泰式风情 不管是它墙壁上挂着的格子布 或者是用基隆制成的灯光 全部都是泰式东北边的传统特色 就是运费 那这个本身东西 其实它很珍贵 是它真的是道地的 从一扇东北地区运过来 多点耐性吧 台南是发生了 机车歧视跟这个轿车互殴 为什么呢 两个人就隔着车门 不断地拉扯 只是因为这个轿车要右转时 靠直行机车太近了 双方火大在下一个路口 直接吵了起来 虽然事后呢 都气消了不追究 但是因为都违规停车 而且红灯右转 各自都必须开发 驾驶透过电话表示 不再追究 哪有这么好的事 违规停车 以及红灯右转 这两笔账 警方还是要算 最后双方都吃上两张罢单 东森先生 黄葱群在台南采访不到 同样也是火气大盗 这时发生了枪击命案地点 位在台南市的新市区 两名男子在烤肉的时候 发生口角 其中28岁的无姓男子 突然间掏出手枪 朝着对方的胸口开枪 家人紧急赶紧将被害人送医抢救 而且他的伤势严重 有生命危险 邻居说至少听到三声的枪响 警方现在火速逮到 五姓凶贤 发现凶贤原来是被害人的国中学长 花钱不见得就是老大 当客人还是要懂得适可而止 有外送员向我们独家投诉 他说他下班之前 接到了一张外送单 是要从台中的北区的一家豆浆店 送到西屯区的大厦 没有想到他抵达目的地了 客户去跟他说 我填错地址了 再麻烦你赶外送单 再送到一名商圈 他还呛他说 你这个就不要抱怨 不要五四三的 让外送员气炸了 他说他当下没有回报客服 还是硬开了好几公里 然后送到去 那么少了87元的外送费 他还从头到尾都要被客人呛 他真的很无奈 十分钟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看那个Google地图 上面显示只要二十分钟而已 然后他就说 可以帮他赶一下吗 那我其实就想说 一开始你下错地址了 然后我帮你送 那你还催我 为什么指定的地点 来到这栋大楼送餐点 没想到却发现客户不在这边 他说可能最后一单想下班的 我就把他送过去这样子 当时外送员就是依照正确的送餐地点 他一路从手扶梯降上来 再从走廊里面走进去 外送员就是从这一条走廊走进来 一路到了上面的租屋套房 总共花了一个多小时 才抵达正确的目的地 一块的外送费等于坐白宫还被呛 知乎真的是随爆了 东森希望林永胜 吴俊强取放在台中的采访报道 不过接下来 这可能就是业者的问题了 有人就买了像这样知名的车顶帐 但是厂商却始终不出货 这究竟怎么回事 好 A小姐说 他当初看到优惠价格是 一万两千多块钱 下了单才知道 这个原价要十一万 他不知道业者是不是标错价 但他从楼到尾没有领到货 他认为订单成立了 应该要照常出货啊 我们求战业者 他只有廉价期间 客服人员初步的回应 说是缺货啦 没有商品可以提供 要如何解决 始终给不出答案 又费我们来看到 今天的社会重案 云林园长乡惊传了人伦悲剧 这是一名八十岁的老翁 他自袭打110报警 他说他失手 打死了亲爱的儿子 警方赶到现场 发现的确有一名男子 他倒卧在屋子的后院的空地 而且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其实邻居有透露 老翁很无奈 因为他的儿子很爱喝酒 又长期没有工作 每次喝酒之后 就要跟他的老父亲大吵大闹 所以有可能是因为这样 老父亲才会痛下杀手 那么警方现在已经封锁了命案现场 要调查整起厘清命案原因 有妇人自己推荐要去豪宅当清洁妇 没想到却是把屋主的钻表 通通给偷走 我们来看到这是在中和的一处豪宅 这位妇人她到里面去打扫 但是她趁机偷走了价值七十万的金饰 甚至还有名表 那么被害的屋主发现 赶紧调阅监视器才发现 就是这位妇人她行窃了 而且还一定要讨回来 因为这个金表是她过世的母亲留给她的 那妇人还假意配合说我一定会还给你 事实上她早就把七十万的物品 通通拿去典当 还只点了十八万 现在被害人得知器的报警要提高 妇人来到豪宅社区担任居家勤解工 就在打扫两个多小时后离开 但聘请她扫地的夫妻量 事后金件放在家中的名表 跟嫁妆金事全都不借了 怀孕这起案件 被害夫妻透过网路平台 找到这名勤解妇人 来到他们社区来做勤解打扫 没想到不仁 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 到更衣室 偷走价值约七十万的金事 以及名表 险切过程 监视器全都录 是请了外人来家里打扫 难免会担心会发生偷窃的事件 像这样劳力士啊 或是金事通通被偷了七十万 现在还逃不回来 这究竟该如何是好呢 居家的清洁公司 在此就建议观众朋友 务必要把贵重的东西 收在柜子里面 不要放在清洁人员 看得到的打扫范围 如果还是很担心 静翼都在家中 半扫是最安全的 业者也说 其实雇佣员工 一定要选具有良民政资格的清洁副 在打扫的时候 也要规定不准打开柜子 或是抽屉 毕竟如果小人真要作怪 也防不胜防 东西训练 李文青 在台北 抽到 重点话题 台中在今天 金船枪响 东森新闻 独家直集 我们来看到 这是台中 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金船枪响 金船是三角链 针锋吃醋 后来十多人大乱动 我们找到了关键的影像 从原本的十多人 后来呢 人数暴增 其中还包含 三角链的女主角 也现身 场面非常混乱 当时邻居就听到 枪响声赶紧报警 他们一共开打不到 三分钟 鸟受散 后来来了两台警车 就在地上 找到了嫌犯 遗留的枪柄碎片 东森新闻 独家直集 风化非常严重 地形也是极为破碎 危险性很高 常常一踩 就可能踩空 所以被认为是死亡棱线 不少攀爬过的山友 都说这是步步惊险 因为岩石很松动 常常是踩一步 要退两步 被当地形容是恐怖的天堂路 那么现在U-bike被撞坏了 难不成这位无辜的骑士 还要赔偿吗 其实之前如果骑单车 发生事故的话 只要上网 登陆 投保 就能够求偿的 而车辆一旦有回损 现在统一都会再回去整修 平时 其实U-bike的维修人员就说 他们会进行例行性的维修 发现很多人稍长 没有功德心的 比如说踏板被刻意的踩到歪掉 或者是坐垫的皮革翘起来 还有铃铛的按压处也时常被人压到断掉 U-bike公司维修人员 拿着工具仔细检查车辆 每个细节 如果发现车辆有瑕疵故障 无法排除 将会统一载道维修场 进行整修 我们现在就位在市府捷运站旁 这个U-bike的租借点 是全台北最大的 买车时会有180辆 平时U-bike公司的维修人员 就会像这样到各个正点来做立行性的维修保养 像常常有的时候就是踏板有的时候会被踩到歪掉 然后就要更换 然后或者是这个坐垫这边可能会 旁边皮革会翘起来 然后就要就要更换这样 会发生车祸来自于他开错路 你知道中秋连续假期 警方光是这三天就已经发现有84件的机车 误闯苏花改 你或许会说这些骑士怎么这么笨 怎么会做这种事呢 不少骑士很无奈啊 他说我跟着Google导航走的 选了机车路线哦 还是被人家带进苏花改 那么还有骑士认为啊 你苏花改的台9标是完全不清楚 跟着指示轴 一样误闯 必须开发 疫情正在肆虐全球 现在呢感染科专家黄利明就说了 台湾在这段期间有输出的确诊个案到其他国家 代表社区是肯定有病毒的 那么由于新冠病毒最喜欢的温度 就是设施4到20度嘛 所以他认为疫情在秋冬一定会卷土重来 他接下来很担心会爆发医院的院内感染 扫造调整步伐 今年下半年很特别 各大的电动机车商推出的新车型 都是瞄准女性族群而来 我们来看看原因为何 无面头灯搭配两个圆滚滚的后照镜和圆润扶售 电动机车新兵登场 复古中还带点俏皮 说是专门为女性设计的车款呢 当然也要来实际试诚看看了 因为165公分的高度呢 其实双脚是可以很自然的踩在地板上 而且因为这次呢 是低重心低车身的设计 所以驾驭起来呢 也会感觉比较稳定